謝謝,我最近有感而發的兩篇文章 大家可以看一看 第一次是引用法律的條文 包括憲法、包括預算法 但是對於如何依法執行 我想很多的立法院的先進們有不同的解讀 所以第二次我用比較更容易了解的白畫的方式 用一個引喻 結果也有很多的朋友卻畫錯了重點 其實在總有一個方法行得通的裡面的幾個方法當中 我當然認為第三種方法是最好 而且我也認為是最可行的 就是我們建議基於立法行政兩院的互相尊重 立法院尊重立法院的預算編定跟編列權 那麼行政院也尊重立法院的預算審議權 大家在憲法的精神、預算法的精神、財政紀律法的精神跟規定 以及大法官四字391號的精神裡面 我們來尋求一個可能的共識 那就是未來大家都依法來做 依上述的幾個法來做 如果可以這樣的話 那針對今年 進法補償的這些問題 行政院可以在取得這樣的高度共識 以及社會的理解之後 我們去嘗試 依照預算法第93條裡面的規定 立法院來徵詢行政院的意見 共同來指出彌補資金的來源 來同時就能夠解決這個問題 重點在這裡 所以不要再畫錯重點 這也是各退一步 我的意思就是這樣子 我是來解決問題 不是來造成誤解的 再向他發告